获得金针金线奖大赛世界冠军的作品 设计师李志成特别使用三个颜色 橘色象征丰收 白色代表和平 还有温暖的蓝色 寓意意后人们的复苏 2023金针金线奖世界大赛 由总统裁缝师李万进领军 代表台湾队出赛 击退众多全球劲敌 荣获男装世界金牌 而女装创意设计评比 则由李万进女儿李申运 以花好乐园作品 获得女装创意设计金手奖 要培育一个选手 从小就要给她建立一个注视的观念 也就是说我们做这种行业 一定要有耐性 你如果说没耐性 你就没有办法从事这个行业 那有耐性之后 你要一针一针一线的 你要去体悟 当她体悟到一个阶段之后 对这个产类产生有兴趣之后 我们才会一步一步的在 往下教她们 主要就是说每次 我们自己带model去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说 在每一个裁判前面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大师傅 甚至各国的一些老裁判 那model其实大家可能 我们台湾的model 跟亚洲model 跟欧洲的 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差距在身材比例上面 所以我想就是运用一些优势 就是我所谓的优势就是制作上的优势 就是把他们的线条给裁剪出来 让他们感觉到说 其实我们的比例虽然没有像欧洲人那么好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跟他们一样的线条 甚至比他们更好的一个呈现 事实上连同本届金牌在内 李万进领军的团队 已是第五度夺下世界冠军 总共荣获八面金牌 庆功宴上包括立法院长游席坤 前内政部长徐国勇 台北市产发局长陈俊安等贵宾 都共享胜举 除了让世界各国看见台湾手工西服的顶尖表现 也再度扬名国际 成为令人骄傲的台湾之光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等一下